在此期有许多演艺人员当志工 其中一位是资深的影星田妮 她也是田妞的姐姐 她在加拿大分享洗净千华当志工的心路历程 而她在服务别人当中放下了身段 也改变了脾气 改善与先生还有家人的关系 70年代享誉影坛的田妮 是家喻户晓的韵女明星 拍过的电影有上百部 然后她慢慢慢慢的就说 没有智慧的人就开始养成了一种 更高我慢的心 就觉得我到哪里 这什么东西都应该以我为妻 直到15年前 她偶然在美国参加慈祭活动 回到加拿大主动参加志工 放下身段 不论是香机或是清扫厕所 都愿意去做 用的乐章我弄得干净 我才会更开心 对不对 让她去做 所以这个过程都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就心态就开始慢慢一点一点转变 在温哥华人文学校 田妮分享自己的经验 以前在演别人的故事 现在她要专心书写自己人生的剧本 在新闻真上美志工 林玉珍 沈金全 温哥华报导